老板娘看着店小二见瘦的胸肌 口水都流了三千尺 她已经迫不及待的把自己浇出去 心想某一天自己就把店小二给绊了 这天她回到卧室 发现店小二在她床上 老板娘满心欢喜走过去时 意外发现一件女人衣服 这把老板娘整不高兴了 她拉开屏风 直接发现了隔壁老王的女儿小翠 貌美如花的小翠 让老板娘心生嫉妒 她指责小翠做的有些过了 小翠却声称是店小二威胁她的 如果不照办店小二就会杀了她 但是老板娘可不信她的话 因为小翠荡漾的眼神已经出卖了她 由于小翠父亲是邮店大顾客 老板娘并没有为难她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店小二已经有喜欢的女人了 小翠离开后 老板娘找到店小二 谎称小翠临走时说她不喜欢你 让你以后远离她 老板娘甚至还诬陷小翠 说她是个坏女人 昨天还看见她与其他男人偷游 并将场景描写的深情并茂 很快店小二找到老板娘口中的男人 店小二看见男人无辜的表情 反而更加坚定了老板娘的说法 于是跑到小翠家讨说法 不料直接被小翠父亲当场抓住 很快她与小翠的事就被抖了出来 还被小翠父亲绑在地上教训了一顿 好在有老板娘前来求情 店小二这才幸运地躲过生死一劫 虽然就吓了店小二 但店小二却没有感激她 反而声称要与小翠私奔 老板娘记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小翠大谢八块 就连做梦都想杀了小翠 被噩梦惊醒的她 为了得到店小二 甚至钻进了店小二被窝 隔天一大早 店小二找到小翠 并拉着她在雨中奔跑 为了躲过家丁的追赶 他们很快上了一条小船 并跑到一处荒地 不穿裤头的店小二 一把抱住了漂亮妹子 漂亮妹子眼神充满了期待 不断地摸索店小二的腰子 不料却发现了一把匕首 小翠预感大事不妙 她没想到店小二出来完竟然带刀 吓一秒 店小二拿着匕首对着小翠 表示要与小翠死在一起 小翠被吓得连连后退 突然她灵机一动 一把夺过店小二的匕首 店小二见她不想殉情 怒气冲天地抢夺匕首 很快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 小翠被推倒在地上后 差点被吓死过去 店小二看着貌美的妹子 瞬间感觉活着也不错 那之后两人就找了一个旅店 每天都生活在快乐中 但很快他们就被举报了 小翠也被赶来的家庭给带走了 而举报他们的人 正是店小二的老板娘 由于一个月没见到小翠 店小二满是失落感 这时老板娘趁她空虚的时候 不仅在心灵上安慰了店小二 还有意无意地说小翠坏话 当天晚上 老板娘直接紧握店小二右手 吐露了自己暗恋她多年的事实 店小二也是一脸猛逼 她不知道如何看待这份感情 但是很快传来了一个 让店小二无法接受的消息 那就是小翠即将嫁人了 小翠父亲为了拆散他们 在镇上为女儿准备了隆重婚礼 一身白衣连裙 显得小翠是那么的美丽 这是她父亲特意安排的 目的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她的女儿只有富家子弟才配得上 几个月过去 没想到小翠竟然偷偷找到店小二 原因是她现在的丈夫太无能 没能给到她想要的快乐 找到店小二后 拿出了一把匕首 要求店小二与她殉情 但是店小二对她很失望 并不想和她一起死 为了教训这个不满足的女人 很快就将小翠拉到了小木屋 回来后 小翠恰好遇见了老板娘 这次小翠没给老板娘好脸色 因为她知道不能与店小二在一起 全都是因为她当初的告密行为 并狠狠地踩了老板娘一脚 而老板娘为了邮电生意 也没有立刻发火 但她有仇必报 很快就把目光转向了店小二 老板娘缓慢解开自己外套 露出了一副随时被吃的样子 店小二看见后非常不淡定 直接上去搂住老板娘小蛮腰 一直到凌晨五点钟 老板娘才匆忙地离开 可是体验到人生乐趣的店小二 根本不想放老板娘离开 紧紧地抓住老板娘的乡间 恋恋不舍地要求老板娘不要离开 老板娘表现出一副不愿意的样子 表示每天都会和店小二见一次后 店小二才放她离开 老板娘回到家后 心中高兴不已 实际上她也不想离开 猛喝几口凉水后 内心的浴火才得以平息 来到镜子旁边 却发现自己已经40岁了 虽然还有几分容貌 可时间一久 店小二会不会抛弃自己呢 但是她还是低估了自己的魅力 隔天一大早 店小二就迫不及待找到她 老板娘不想他们的室外传 很快拉着店小二来到街角 并安慰店小二 每个月会去看她20次的 让店小二先回去 可是店小二已经等不及了 拉住老板娘的小手很快就消失了 隔天店小二再次找到老板娘 要求老板娘嫁给她 老板娘一听 表示自己年过40 而店小二才20出头 生怕自己老了之后 店小二会嫌弃她 店小二立刻就发誓 表示会爱老板娘一生一世 可是不久后 她与店小二的事情 被街坊邻居传得不堪入耳 夜晚的时候 店小二找到老板娘 指责老板娘当初为什么要告密 让她与小翠不能在一起 刚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并告诉老板娘 自己离开后 还会将他们的私情公布出去 老板娘为了自己的名声 苦苦哀求店小二不要离开 表示只要店小二不离开 自己会满足她一切要求 但店小二看出了这个女人的套路 一旦自己答应了 以后就会被她牵着鼻子走 所以她决定 要在这里解决老板娘 于是拿出匕首 直接给了老板娘一刀 求生欲极强的老板娘拼命地逃跑 沿路还打碎了食用油 湿滑的地板让两人瞬间摔倒 老板娘不断地爬 好不容易爬到门口 就被店小二追了上来连捅竖刀 很快老板娘就此隐恨西北 老板娘死后 店小二也自杀了 双双做了一对亡命鸳鸯